那脚油它从上下两路的话呢 这个中皮箱它会拦不住的 会高一点 会高一点 所以我不能一直保持这个高度 所以要变化 过期防锁 整个这样子呢 我是就比较麻烦 比较急脑 因为这个力气它太小了 我是能运动枪 前面的部分 支援它枪队的部分 这是我的办法 所以我们是寻找机会 在它出击的时候 我们才能击倒的 那也是我们这样子 去开枪 眼睛要看着这个枪 看着它多长的距离 这个脸 一定要看着枪 在它扎枪的时候 哎 好 要学会怎么判断它来路 它那个枪 刺过来的时候 这个是个距离 所以有时候呢 你就算开枪 把它枪打走了 你刺的时候 它没有到它的距离 所以它还是打不到它的 嗯 嗯 它如果 它手臂这样 走的话呢 你刺它的时候 是会 它用摩执的反抖 下路要反抖 下路要反抖 这个摩执要反抖 下路是会有空难 所以这个是 虽然它反抖看起来 所以很难过 但是我们的颜色 还是会有空起来 这个螺丝它反抖的速度 会比较满一点 爽 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你站着的话 它下路 人就会被打到 其实 它每当最后反抖的这一下 它是能 到这里它还能防抖 但是我来人要过来 还要进入进攻 因为从它手 到身体还能有一段距离 就会出来 就会把柄里的转换 再往下 再往下 更下 缓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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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应该去做 这枪间是制不了枪间的 用前向 用前向对付呢 它才会努力的 用前向对付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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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前向对付呢